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7月24日 星期一 來到上午的第一節 先和各位網友講講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首先近日香港各區都有借錢吃飯黨 據報大埔最近都出現這個情況 結果有街坊用一招成功嚇走對方 怎樣用一招嚇走講普通話的人士 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一邊想昨晚在網絡封存 有個港男當街向著一個女生跪下的照片封存 網友熱以背後的原因 是怎樣的消息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講講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抗進語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抗仔最大的支持 重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Q01最新報道 大埔出現借錢吃飯黨 網友靠一招嚇走對方 說這個女子粗普通話 問人拿錢吃飯 居民用了哪一招來趕他走呢 報導機內文提到 事主在Facebook群組大埔上載影片 分享遇到這個疑似的借錢黨的經歷 事主就說當日他在大埔廣場某間銀行 按完錢過後 步行去到藥房附近 就有一個粗普通話的女子 上前問他借錢 他又懷疑對方看著我按錢 然後尾隨著想著借錢 他表示我想給錢他們 沒有錢吃飯很慘 好客香港好客大埔 所以提出合照完後再借錢 不過對方拒絕拍照 即時轉身離開 從片段可見 事主舉機跟隨其中一名借錢的女子身後 並表示可以幫你報警 也問對方要多少錢 夠不夠錢 而那個戴眼鏡紮馬尾的女子 就用普通話回應 我不認識你的 還邊拿著手機就急步離開 事主在鐵文中表示 大埔人最好願意提供幫忙 就說 為何我要和你們合照 再給錢你們的話 你們就走了 事主回應網友的時間表示 他追上去發現其中一名女子 一邊走一邊打電話 所以懷疑對方應該還有同黨在附近 於是就沒有再跟上去 影片在大埔的居民群組 引起極大迴響 原來那個借錢的女子 已經是區內的紅人 有不少同區的居民 都見過那個女人找食 就說又是她 應該說還是她 幾個禮拜前就請了她吃東西 我還說我家裡很多食 叫她上去吃 吃完再給多五個水過去 她也是這樣走過去 我作為良好市民 當然是追上去問問她 你不是肚餓嗎 她還跑走了 幾個禮拜沒見 幸好有事主 真是擔心死我 這個留言也很曲線 另一邊雙有人說 我今晚在大埔區 都有見到她 問一個男人 就拿錢 要一個男人請她吃飯 當時她還有一個 年紀大一點的女人 在一起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借錢檔 就殺到進去大埔 話說這個女子 原來已經是大埔區區內的紅人 這裡借幾十 那裡借幾百 我月入都可能很可觀 另一邊雙 事主用一招 就說我想幫你 你借多少錢 不如我們先合照 她一聽到合照 立即耍手令頭 走去 另一邊雙一邊走 一邊打電話 不建議大家追著 因為周邊可能有同黨 你也不知道對方有多少人在 是否集團也不知道 另一邊雙既然這個女子 已經在大埔區內那麼紅 會不會又轉去另一個區 即一兩個站 又重施顧忌不得而知 若然遇到這個情況 不如直接報警會好些 因為他們沒有錢 身上可能沒有錢包 為什麼 什麼原因都好 這樣的話 就更加直接 好過每個人都給錢他們 另外也說說這件怪物 根據HK01的報道 港鐵土瓜橫站 有人所謂 遲到 職員報警 接獲15歲的少年 揭發那把刀其實是什麼呢 報導的問題 昨天中午12點多 警方接獲港鐵職員報警 只是土瓜橫站1號月台發現一名男子遲刀 警方大為緊張大批警員掩置港庫現場 並在月台接獲那名15歲的遲刀少年 經調查過後 警員發現少年手持只有一把藥膜四呎長的彩色 塑膠的東洋刀 將它放行 案件改列為誤會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近期都經攻資料 一見到人遲一些長型物體 都難怪非常緊張 這把應該是玩具刀 索膠做 但是嚇到圖人 結果有人報警 另外也說說這張照片 根據HK01的報道 有個港男當街 是雙室季女子夜來熱烈討論 網友熱烈討論背後的原因 就說可能明天會更加慘 報導的內文提到 相關的照片 已經在網上不同群組廣泛流傳 有眼尼的網友認出地點 應該是沙基灣 雅公、岩道 某個私人住宅外面 照片當中 有個穿著青綠色上衣的男子 雙室季地 手放在膝蓋子上面向這個女子 目光又狠切 而白色衣的女子 面色就很生氣 不耐煩地地看著她 兩人關係成為團 有人就估計她們是情侶關係 也有不少網友指 照片中的男子不爭氣 批評她當街向女子下跪的行為 就說一跪就跪一輩子 想清楚 也有人說今天已經是這樣 明天你更加慘地說 也有人說 單憑照片難以斷定事實 估計事件會不會不如 網友所想 會不會是求婚 甚至乎有人問 是否在拍Youtube等等 以上就來自HK01的報導 近日這張照片 惹起廣泛熱議 現在無端無端有個男子 在街上 傷失跪地 跪向一個女子 樣子又不像求婚 好像做錯事 結果很多網友 即即清奇 在估計這張照片背後的故事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就昨天而已 說昨天是星期日 洪水實施二通行第一天 仍然看到長達一公里的車龍 下週的時間原來曾經 罕有地去到愛民村一帶 報導的內文看到 洪水在昨天早上正式實施 不停車繳費服務的二通行 是第一條實施二通行的過海隧道 洪水收費廣場由過往的八條線 收窄為四條線 有駕駛人士擔心 或者會出現進境 根據Google Mac 和運輸處的交通快拍和直播 雖然昨天是星期日 但進入洪水的車龍 多次延長去到公主道 近愛民村一帶 車龍長達一公里 中國香港汽車會 會長李耀培就表示 一般來說 星期日洪水的車流都較少 下週的車龍甚少去到愛民村一帶 所以未知是否和二通行有關 或是昨天有較多車輛使用 他認為即使改為四線 其實也不會太影響實際的交通情況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昨天是星期日 洪水實施二通行 到下週的車龍 可見地去到愛民村一帶 比較可見 真是塞到這麼遠 令B商今早就知道 今早就說 雄睡第一個工作日 就是上班 即是說當時二通行的情況 八線收四線會否造成濟失 拍攝短片時間未知 估計今早有朋友經過雄睡 就應該已經知道答案 究竟二通行的情況過後 雄睡第一日的工作日 有沒有特別濟失 另外也提提各位老友記 近日酷熱天氣 清水灣釣魚翁 有個27歲行山女子中暑 她的小狗也在臭 報導的內文看到 近日天氣炎熱 天文台在昨天下週發出酷熱天氣警告 有一個27歲姓恩的女子 和同齡姓謝的女性朋友 和一隻寵物狗 一起前往清水灣大阿門路遠足 逃捷釣魚翁山頂位置的時間 姓恩女子懷疑中暑不舒服 同行的寵物狗也有抽筋跡象 女性朋友見在無法下山 傍晚6時報警求助 政府飛行服務隊接報到場 連同兩名女子和同行寵物狗 一齊再往啟德降落 一人一狗 休息過後耳無大愛 無須送遠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近日是非常熱的 各位行山要多加小心 兼且 若然是帶毛鞋 帶寵物的話 麻煩小心 他們全身都是毛 走的時間可能是很辛苦 而我們人類是不知的 所以各位的朋友 若然竟然在這麼熱的天氣 選擇行山的話 都要留意 你頂得信 那隻狗也未必頂得信 加上原來你頂不住 就很容易出現行山中暑的情況 我是昆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拜拜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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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